字幕提供 可此七歲已經不是蘿莉了啦 不是了啦 真的啦 改邪歸正就頭成跟童星投胎這件事情好像沒有衝突 探索一下吧 探索一下吧 得到星光石 欸 還有欸 再拿一個 有沒有無性星光石呢 還沒有呢 可惜 好 到主人房呢 偷了一個星光石的鑰匙 所以我們的海馬已經完全知道自己是被村民們 啊 又有星光石 嗯 上面有東西欸 貓貓 喔 等下 只有貓貓來幫我 非常可愛 沒錯 這很可以 什麼啦 嗯 查理的探險日記 有BGM喔 這BGM好噁心喔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 我 愛蓮跟E1 決定晚上逃課出來探險 選的就是這個因為荒廢而鬧鬼的預言之寶 聽說在很久以前 住了兩個七下五子的商人夫婦 連月圓之寶的設計師 索塔也在裡面失蹤 但夜晚總能從古堡裡面傳出喧嘩的吵鬧聲 我 查理 可不只是小小村落的孩子 我將以勇者之名 帶著夥伴趁著夜色探險 看一看這個古堡裡面發出的聲音 到底是人還是鬼 這又是個中二小孩的故事 äh 有像手機的聲音 很小很小聲 契約天使的雕塑 牠手裡天秤似乎不平等 左邊放著一塊魔物結晶 好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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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用做这些事情 我们先看一下 小丑玩偶一动都不动 对你露出诡异的笑容 然后再冲过来咬我 心机愿一点 不对啊 我们现在应该去二楼厨房吧 怎么感觉好像还有很多 很多事情要做 嗯 这小丑感觉怪怪的 酒吧 地图太大了吧 新娘的宝箱 哎呦 不不不不 不不 咦 嗯 刚刚说哪里下来的 找一下拉杆 上面有块石碑 文字音符石难以辨认 总之我们先玩一个结局好了啦 我们直接先去找那个厨房 先去厨房 二楼对不对 可是 我原本是在四楼是不是 好三楼 要怎么下去呢 这里吗 哦 哎呦 这BGM都来得很突然 这有那么多小丑啊 哎 我随便动的 你放弃了调整 好的 哦 你们都在一起 嗯 即便 你听不懂眼球怪的语言 但看着他那只巨大突出的眼球传达的猥琐目光 也足以让你感到恶心 你再一次坚定的一定要逃出去 啊 猥琐目光 可是你 你那么可爱 一打开就会死的宝箱 嗯 嗯 即时存档点就有这个好处 哈喽 好 腐蚀你的内脏 你死了 我死了 等一下 我死了 哎 等一下 嗯 又大意 我大意了 再一次 嗯 有提示村荡就是好试 这种做死的一定要去试试看 不是不行 二楼那么单纯 然后三楼一大堆东西 嗯 不对啊 二楼不是有厨房吗 嗯 厨房在哪呢 嗯 嗯 嗯 我死了 星光石就没有用了 反正我那么多颗 图书室 图书室应该是那个安东尼 为了找东西 对不对 我们先厨房 厨房厨房厨房 欣赏一下吧 嗯 画像为 卢卡斯先生 画中的男子是 不是 华丽 潇洒高大 但苍白的脸颊和优异的眼神 头颅是主人 并不怎么开心 嗯 再注释我要逃了 对不对 我要逃了 对不对 爆爆爆 再看一下 就会死 厨房到底在哪里啊 这个地图太大了吧 又是星光石 不过每个地图 也没有什么重要的 建筑之日祭祀 反正不是很重要 好 传来了动物的声音 我谁忍不住好奇走下去 我的天神 竟然目睹到 卢卡斯和他的妻子 竟对着小动物 释放各种可怕的咒语 那些小动物发生了异变 血液横流 面目可正 唯一只老鼠 完好无损地活下来了 我吓得满头大汗 赶紧跑回房间 记录着一切 原来他们不是负伤 而是使用污毒的血 而是使用污毒的血污 我的杰作竟然变成 污式的秘密基地 所以应该是我们的 什么塔 这个是 作者吗 猫猫可以跳台 所以他应该看到 看到他们做的一切 猫猫耶 路纳 我需要你路纳 走吧 走吧路纳 看来需要食物 勾引他 餐厅 蛋糕 新鲜的奶酪蛋糕 但没有心情食用 吃一下嘛 星光石 这个直接显示 星光石 女儿的恋爱日记 只看女儿的日记 这件事情非常诡异 可是他不是我的女儿 应该没关系吧 今天男爵先生向我求婚了 还说因为了我搬进古堡里面 然后我全家都反对 父亲说什么 这个男爵先生底细不明 姐姐也说他有嘴滑舌 说白了 家人们只不过嫉妒 我有一个这样英俊的未婚夫吧 我决定 无论如何都要和男爵先生在一起 哪怕和家人们老死不相往来 可是家人觉得你好吃的你做没用 造理书应该把你卖掉吧 不 我的意思是说快点把你嫁出去 然后 会得到什么好处吧 你那个年代了 当然现在这样讲会 现在不能这样讲 会出事 好 我们看一下 厨房找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雷 我只碰一下了 变质石 我觉得这边应该有星光石 对对对 星光石 一堆还没来得及洗的完 好我们看一下 上面有把锋利的菜刀 但被管家使用的只无法获取 对 嗯 是新娘子 不在婚房里面待着 难道准备逃跑吗 难道 说出你真有此意吗 听我说 你别想一个人离开 我或许能够帮助你了 是吗 连你都感到吃惊了 很简单 我憎恨眼球怪主人 实际上 我们吸血鬼家族 是这个月圆之宝的第二代主人 而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 就是因为这个眼球怪 害得我家破人亡 所以吸血鬼家族该不会 哦第二代主人 第一代主人就是 刚刚那个建筑师 所写的那个 他把这栋房子盖好了以后 那一对 血屋住进来了 好像血屋是跟我们的 那个女人日记的三个小孩一样吗 不仅如此 仅剩下的我 还被迫于眼球怪签地契约 我才能够枸杞到现在 甚至连鲜血都不让我喝 因为契约 我成为了一位 一只没有办法吸血的吸血鬼 简直是对我族的奇耻大路 奇耻大路 没有鲜血 滋润的我 我的魔力被吐咒 难力被弱化 只能为这个恶心的怪物做能做吗 哦 所以这是一个窝里版的剧情吗 你是在可怜我吗 哼 用那样真挚的眼神垂怜我 说实话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 不过 我想我们或许可以联手一起逃离这里 我们甚至可以杀了主人 哦杀了主人 那个眼球怪看起来就在普通的RPG里面的很普通的怪物 搞不好我们拿到什么道具就可以 不过我有条件在先 你必须帮我解除契约 而且 为了恢复我的魔力 我需要 素因你的鲜血 素因你的鲜血 这个 我们上次玩的那一款 有一个女生 很想让吸血鬼 吸那个鲜血的感觉 你们两个好像很合适哦 是的 我们吸血鬼般 不吸血人类的血液 不吸血人类以外的血液 但是又有地外呢 更何况 对你这种妙龄的一同少女 想必也能助我一臂之力 怎么样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但我们是不是应该联手合作一下呢 好的 一旦选择同伴 则无法邀请其他同伴加入 或选择独狼献 请依次拒绝三位可加入的伙伴 所以这个一共有四个结局 怎么办 大家怎么想 所以说我们的伙伴应该就是安东尼 还有那个伊莎贝娜 就我的发酵 我的 在台湾的说法应该就叫青梅竹马 然后 发酵可以发成青梅竹马吗 应该也是可以的 然后就是这个雷 大家想跟哪一个在一起呢 感觉跟安东尼会有一些感情戏 跟我的好朋友应该可以一起逃出去 因为他可能是来救我的 你就毒狼吗 好啊 我再考虑一下 拜托了 仅仅再考虑一下 我实在想摆脱主人的控制 好 哎哎哎 放放放 一滴血不给你 我愿意以血液代价和你合作 不给你 我真是看错你了 我可警告你 你好之为之 古堡里处处是机关和陷阱 还有随时可能出现的杀人小丑魔偶 杀人小丑魔偶 听起来好不顺 哎呦对不起啦 对不起啦 算了算了 他已经 他已经 看来已经放弃我了 对嘛 还要帮你搞你的那个什么 还帮你找钥匙 解除你的契约 麻烦死了 好的 那我们找第二个 哎呦 小丑魔偶 只要不要死这个 月光时的法力就一直存在着 那我们先去找那个 哎 安东尼 哎哎 停按 安东尼 你在哪里 不不不不 不要 不不不 安东尼 哎 找到了 哎 还有本事位 露娜的大猫屋 哦 听起来好有趣哦 来看一下 露娜 黑毛 蓝宝石眼睛 最喜欢吃小鱼干 哦 重点 我们等到小鱼干的话 应该可以 诱惑他帮我拿东西了 是我和姐姐在和安村奇妙邂适后的一只小猫咪 那个时候他很胆小怕生 被其他的大猫欺负 脏兮兮的躲在一个壁炉里 缺缺的望着我们 眼里没有希望 姐姐不怕他 竖起了爪牙 对他温柔的说 放心 孩子 我们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毛巫 在姐姐的精心照料下 露娜茹壮成长 越来越开朗和乐观 露娜最黏人的是姐姐 当然很喜欢我 尤其伊拉 尤其伊威在我腿上打瞌睡 并发出新满意足的呼噜声 使最可爱了 应该是吧 如今只剩下我和露娜相应为命 我一定要早就会和你一起逃出去 完成自己的心愿 给你一个大大的猫屋 希望有女神能听见我的心愿 女神 女神 不 猫跳台 这边应该有猫跳台才对啊 好 艾玛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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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诶 应该不是露娜的县 应该是安东尼县 是啊 毕竟三年没见了 或许 你已经觉得 快认不出来我了吧 不过这样呢 没错 我就是三年前 在海格纳地区森林里 被你所救的小弟弟 真是你难以为情 姐姐,不要再摸我头了 我已经长高了 再说,我一直比你小一岁而已 你不问我的家人吗 都被眼球怪杀死了 只留下一只黑猫,露娜,陪伴着我 准确说,露娜也是一只七月十魔 因为我会使用魔语术 可以完全理解大眼怪 凹口的言语 所以以免语出一死 但以她签订的诅咒契约 被永远留在这个古堡里伺候着她 哦,好可怜 爱马姐姐,不必我有感伤 我已经挺过来了 到时现在,我和露娜 愿意帮姐姐逃出去 我们要拒绝她了吗 我没有开玩笑 这次主人的信件提到信仰 我就能推测 一统,精灵族,红发的十七岁少女 估计就是姐姐 我和你的族人不同 我看到你拼命救我家人的情景 我始终相信 姐姐是善良的精灵 所以无论如何,你都不能死在这里哦 啊,又要翻脸了 你说 我们或许可以一起逃出去 没有,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 毕竟 我和露娜被签订的契约 如果我要逃离这里 必须得解除我身上的契约呢 你说 你愿意帮我解除契约 不愧是我认识的那个姐姐 但是 我和露娜 可不愿意成为你逃出去的脱油品呢 似乎耽误的时间太多了 总之 姐姐 如果愿意的话 我和露娜愿意尽一份微薄之力 哼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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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拒绝考虑自己谋化 也是 我不能成为脱油品呢 为什么 哎哟,为什么要这样子 这毒狼的结局一定会死吧 金光石 好啦,那我们先到一楼看看 这猫猫我觉得我们需要拿到小鱼干 才可以 才可以使用猫猫 好,我们再下一层吧 蛮猫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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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 诶 黄色小丑 看一下黄色小丑的书 好多书哦 黄色小丑之歌 他是一只红色小丑 从出生以来没有疼 没有人的爱 蓝色小丑喜欢摘我的头发 黑色小丑喜欢打我的鼻子 红色小丑喜欢摸我的屁股 踢我的屁股 我还没有跑他们快 幸好我遇到我的主人 主人疼爱我 也爱着我 我高兴的快飞起来了 即便主人抱在酒桶里没有关系 即便主人锁在柜子里也没有关系 即便被主人烧在壁壶炉里也没有关系 我还是一只快乐的黄色小丑 红药水 猫猫跳台 不安分的怨灵洋娃娃 等一下 等我一下哦 怎么会有声音 那个声音 轩安安哦你好 新观众 哇 我是第一次 应该很少有玩这种科幻类型的RPG了吧 可是这些小丑感觉很恐怖哦 这是恋爱日记 哎呦 你在看女儿的恋爱日记总觉得怪怪的 好 自从男爵先生住进来 哦 结婚了 家里的怪事 接二连三 仆人们老说家中闹鬼 男爵先生 有喜欢收集小丑的癖好 说实话 但晚一夜放在家里 我真的觉得很恐怖 上个月父亲意外去世之后 两个姐姐也陆去失踪 现在真的只剩下男爵先生陪伴着我 我总是以泪洗面 然而他却执意说 明晚是月圆之夜 我们必须结婚 还让金发男佣 拿来的之前的婚纱 说实话 我现在感到非常害怕 我甚至觉得 男爵先生不是人 尤其是那双巨大眼睛 总让我觉得不寒而栗 我开始想念父亲 想念姐姐 或许这一期都和我有关吧 我实在是不想跟男爵先生结婚 谁来救救我 至少 把这婚纱烧掉吧 哦 烧婚纱 我们要想想看 之后如果有这个选项的话 嗯 这小鼠好可怜 什么意思 145那么23呢 对啊 我觉得应该是 可是 可是刚开始就直接探索 那大的地图 真的有点痛苦啊 我会说我说我给你带我 好 我就有点痛苦啊 所以我肯定是 我好 我好 我好